各位博文大家早 欢迎大家来到 标股带你飞这个节目 那最近许多订标股日报的会员 大概都飞起来了 已经有飘飘飘飘然的感觉 那今天节目的重点就是 有几档我们标股日报 有点名过的股票涨停板 那他们为什么涨停板 而是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有什么样的秘密 那里洲标股日报 天天选中涨停板股票 这有什么秘诀 这个在节目中 今天都会跟大家来说明 那今天这个我们看 昨天就是上个礼拜五 盘后PO出来这个资料 这个大家可以 如果你是会员应该都有收到 就是箭头这个指的是9月11号 就上个礼拜五收盘的 这个个股的状况 我们点名的这五档 其中这一档你看 饭权 饭权这个当天的股价是199.5 那今天的涨停板 涨停板那盘中赶快就通知会员 你看我们这如果你是会员 我们都会就会收到这个讯息 盘中通知 10点45 涨停板 你看呢 你看这个是同样的画面 10点45涨停板 我们盘中就会告诉你 盘中就会告诉你 只要你是有参加会员 你有订阅这个李洲标股日报 你这个就会可以收到这个讯息 盘中即时来通知通知你 那这个就涨停板 你看这个就今天的画面 它在10点45就涨停板 这个是我们礼拜五 点名的股票 你看礼拜一就涨停板给你看 是真的有这样子了 那这个不是 只是我们在讲了 这事实就是如此 就涨停板 那当然是这个是 持续上我们每天都会有 涨停板的股票 那当然这是需要有方法的 那你看就有的人问说 是不是只有今天涨停板 不是啦 你看嘛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10月7号 今天10月14号 上个礼拜一就10月7号 有四支涨停 你看有没有 四支涨停 我们这个收盘后 也都会跟大家来通知 四支涨停 那你看10月8号 10月8号就礼拜二嘛 礼拜二也有涨停 万序 万序今天又涨停了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二涨停 今天又涨停了 那今天涨停 上个礼拜二的时候 10月7号我们就有点名过它了 那你再看 你看礼拜三 10月9号礼拜三 你看这一档 宏康 也是涨停啊 一二三都有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有 那礼拜四有没有 礼拜四 礼拜四是国庆日 礼拜四没有 不要说礼拜四你也有 不要乱讲嘛 你看礼拜四没有嘛 所以我们就跳过去去 10月11号就礼拜五 礼拜五也有 你看礼拜五就展达嘛 那今天 展达也涨停啊 今天又涨停啊 是不是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啦 好那 天天都有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 当然是有方法 那您 各位这个观众 你不要 你不用一直 只是听我讲 你可以这个 加入 加入啊 进来看啊 加入来进来看 那进来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 这一个啊 助理呢 带你看一次 你实际进来体验 实际进来 你一个进来体验呢 免费让你看三天 免费让你看三天 你实际进来体验 免费让你看三天 看看 掌停板 怎么样了 这个整个程序你了解 实际上这个是 哪天前一天 点名出来的股票 隔天就掌停板给你看 你实际进来体验 让你 你只要进来 那我们的 这一个助理 就会带着你体验三次 免费了 体验三天 那体验三天 你实际看到了 你就会相信 不只是在 只是在讲 那当然 这个方法 这里洲标股日报有方法 那你掌握到这一个 正确的讯息 掌握到 掌停板的讯息 那你就成为赢家了嘛 是不是 你每天有掌停板 不是很好吗 那你进来看 进来体验 理专 我们的助理会帮忙 你 带你去体验一次 那刚刚讲说 有些人说 今天 像今天 昨天po出来 今天 如果没有买到 买到以后 如果没有掌停 怎么办 会不会变到啦 不用担心嘛 因为这些股票 我们都是精挑续弦 我现在举个两个例子 两个例子给你看 像这一档 我们这个10月9号 po出来的 10月9号收盘后 点名的股票 像这一档 是展达 我刚刚讲 展达今天涨停板 是不是 我们10月9号 是上个礼拜 三点名的 那你看 你看今天涨停板嘛 所以你如果买的当天 没有涨停 今天还是可以涨停啊 你还是 你还是 获利啊 你当时 你看我们上次点名的时候 它股价是多少 是47.2 那现在已经48块多嘛 你不会说因此的套 就是中天 你没有天天涨停 一样是可以 一样是可以 是在赢家 赢家的 你站在赢的一方 是不是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档 这个 另外还有一档 这一档是 这个展达嘛 另外一档 像这一档 是我们10月7号 po出来的 这个叫万序 那今天也涨停啊 10月7号是上个礼拜一 那当时是33块7啊 你看它当时上 这个地方 它33块7啊 收盘价是33块多 那你32块多 你中间 你纪录没有时间操作 那你看今天 今天也38块7啦 你还是赚钱啊 还是在一个 获利状态 所以 当天即使 你没有掌握到涨停板 买了以后没有涨停板 没有关系 我们挑选的股票 李洲标股日报 挑选的股票都是精挑续选 今天没涨停 下个礼拜就 今天没涨明天就涨停给你看 你就是亲自进来体验 你就可以发现 真实的来体验 你进来以后 我们李专 我们的这个助理 就会帮你带你体验 免费体验三次 免费让你看三天 你真正体验到 体验到 你就知道 这个涨停板 怎么样出来 怎么样挑选 每天怎么样掌握这些资讯 你掌握到资讯 像我刚刚讲 上个礼拜 点名的 10月7号点名的 10月9号点名的 今天涨停板 那你不是很早就可以布局了吗 你有时间布局吗 你不一定当天拿到 又马上买 马上涨停 你马上买马上涨停也有 你没办法马上操作 你看你提前 还是提前布局 你还是赢家吧 是不是 赢家 那也有人在问说 这个你一天 如果po五支 那一支两支 那其他 有没有比较多频率的 有啊 你看看 10月4号 我们点名五档 四档涨停 10月4号就是 10月1号po出来的 点名出来的 盘后 盘后给大家看的 那10月4号 10月4号涨停板 那有人问说 那为什么10月1号po出来 不是2号3号涨停板 2号3号是台风天啊 我今天如果讲2号涨停板 那你就胡扯了 是不是 不是嘛 2号3号台风放假两天 大家都还记得 所以10月4号就是 隔天马上涨停板四支 四档 po五档四档涨停 还是有这样的啦 距离很高 80%的命中率 还有10月7号 10月4号 10月7号 就是礼拜五嘛 10月7号po出来 10月4号po出来 10月7号涨停板 那有人问说 那为什么不是5号6号 5号6号 礼拜六礼拜天嘛 是不是 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 没有交易怎么会有涨停板呢 所以这个资料都是正确 不会胡扯啦 是不是 那前一天点名出来股票 隔天就涨停板 四档 po五档四档涨停 你要这么精准 命中率这么高 礼州标股日报 那你选对了这样子 涨停板的股票 你就稳超胜券啦 是不是 你就稳超胜券 你就可以安心啦 是不是 那哪里有 礼州标股日报有 那你当时在看 看我秀这些涨停板 看秀这些状况 你不如进来 这个我们助理会带你 看三天 免费看三天 让你亲身体验 亲身验证 不是只有我在讲 你自己来验证 自己来证明 今天破出来 明天涨停板 前一天破出来 隔天涨停板 或是享受到 掌握到这涨停板 股票的资讯 滋味 你享受这个涨停板 你自己进来验证 自己进来验证 那今天 还有一档股票 正打 今天也涨停板 44块多 也涨停板 这档股票 我一直有在节目中 有在讲 你如果有 持续在跟吹节目 跟着这个 标股带你飞 这个节目 每天看 你就应该可以 常常看到 我有在提 一直有在提 3149的正打 那你看今天在 它的低点 是在40块左右 前几天我讲 如果你资金压力 比较大的 那你可以先获利 那第一等再接回来 那今天40块接回来 你就有 再拿到涨停板的价格了 那你资金雄货 你不插 你就可以握场一点 你就可以持续 这个长期来操作 因为它还是有基本面 等一下我再讲 为什么它这样抢 你看 我在9月30号 有没有 这个画面9月30号 就已经提醒要 提前布局了 9月30号 那个时候是35块 我就提醒了 那最近它最高涨到45块 一张是1万块 那你觉得可以获利 先获利 但是低档你再接回来就可以 是不是 那你这样子 35块的时候我就提醒了 就20几%了 到今天收盘 涨停盘44块多 那也27%了 那才几天而已 是不是 你说没有参加 前面的这个 标股的这个 这一个标股日报 这个天天涨停盘的 那你这边也有27% 也没有几天啊 那你看 在10月11号 上个礼拜五 然后改到45块多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 如果你要获利可以 你如果资金有压力 你先获利 但是低档再接回来 是不是 那你像今天就有低档 40块钱 你又接回来 你今天就持续 有涨停盘的滋味 那你看 9月30提醒 你看10月4号 我又提醒了 对不对 10月4号 我又提醒了 我就还是可以布局嘛 有没有 这10月4号 这个画面的为证啊 我持续节目 都会提醒 你有持续跟吹 我的节目 标股带你飞 你这个节目持续在看 每天看 都会跟你提醒 你今天没买到 明天再跟你提醒 你就会记得买了 是不是 该下车 或是说的短线操作 怎么样 我都会再跟你提醒一下 是不是 那你 你看你有持续跟吹节目 那你在对的时机 掌握到资讯 对的时机进场 你现在就是稳超胜券 对不对 你这就是赢家了嘛 对不对 那怎么样能够这样子 你看李洲标股日报 可以带你来体验 带你来体验 那刚刚讲到说 10月4号嘛 掌顶盘4支 前一天坡5支 那4支掌顶盘 跟你再回忆一下 那10月7号 也是 坡5支 4支掌顶盘 前一天坡5支 4支掌顶盘 病重率80% 这么高的病重率 这不只是这个月 这个月现在10月 今天10月14号嘛 是刚到月中 8月也有 连续的8月也有 4支的9月也有 对不对 你这样子 你持续掌握到这些讯息 你就是赢家嘛 你持续掌握到这些讯息 你就不用自己花时间在选股 选股 选股你就交给专业人士来帮你选 选完以后你就是调配你的资金 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 这样就可以了嘛 那你就可以省很多事嘛 是不是 要不要2000多股 2000多支股票 你怎么去花时间去挑选出涨停板的股票 那社会标也不行 是不是 你怎么去做 这个就交给专业人士来做 哪里有 里桌标股日报 里桌标股日报 给让你有体验的机会 你进来体验 体验 助理带你体验三天 你就看看自己验证 是不是如这个所讲的 自己进来感觉 这样子感觉才好 是不是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 每一档股票呢 时间走 这个涨的都不一样 你也没办法用一个方法去 就选出涨停板的股票 都可以用一个方法去做 没办法这样子 这个当然是有方法的 那你这个因为比较复杂 你就交给专业人士来做 那专业人士在哪里 里桌标股日报 那当然就是说 你掌握了之后 有掌握个股的时候 买卖的时机也很重要 买卖的时机很重要 那当然 这个主要能够让你掌握到 提前布局 那有人在问说 现在第一世纪到底是怎样 今天中共又发布说 环台演习 到底怎样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周线 家庭指数的周线 不错 上个礼拜 涨了598点 将近600点 今天又 今天虽然有点震荡 但是又上去了 那我们看一下日线 这是盘中进信息 还不错 还蛮强的 那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代表是中小型的 看起来比较没有 价钱指数那么强 可能一些散户还在 还在担心 不知道怎么操作 有机会就跑 有机会就跑 那你看 这个就是 但是我们看一下国际股市 你看这个道琼 降息之后 创历史新高 并没有所谓什么衰退的余力 你看这个周线也是一样 你看它周线 这个地方 有一点点热 过热 那短期间如果拉回来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过热 为什么过热 大家都想买 降息之后 大家都想买 降息之后 特别有利于科技类股 像这个纳斯达克 它也一样再上去 虽然还没 创历史新高 刚刚道琼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纳斯达克还没创历史新高 它已经接近历史新高了 但是还没到历史新高 你在看费成半导底 它也上去 当然它离历史新高 也还有一段距离 那降息对于科技类股 对于半导底类股最好 为什么 因为银行成本降低 像这个半导底股票 扩个长就一千亿两千亿 对不对 如果有利息少了一趴 就多少 就十亿二十亿 一年就省了十亿二十亿 很好啊 所以你看 它的股价就反应这样 那你看 国际股市 现在美股都是呈现这种形象 那台股应该怎么样 第四是应该走回升行情嘛 是不是 最后一种重点就是说 那如果是这样 那你怎么来挑选股票 刚才讲了 李洲标股日报也在帮你挑选股票 是涨停版的股票 挑五档四档涨停 那不然 如果没有办法 当然不一定每天都能够适当 每天都一定有 今天没有涨停 没关系下个礼拜涨停 一样是在你的成本之上 那这样挑股 所以选股 有李洲标股日报 那怎么样操作 怎么样操作 那当然就是 你有的东西 你有的标的 你有的标股 你自己就可以操作 是不是 你自己操作 你就可以成为赢家 那像这个 怎么样来 参与这个 李洲标股日报 你只要你可以进来体验 你加入以后 就可以来进来体验 这个助理会帮你来 带你来走一趟 那自己来 亲自来印证 到底整个过程 还有整个享受 这个涨停板的滋味 这个都是你可以来体验的 那这个影片 请你按赞 分享出去 开启小铃铛 我会在节目中 继续追踪个股 那祝各位博焚 投资顺利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 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